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设你是电车驾驶员 以时速一百公里在轨道上行驶 看到前方轨道有五名工人在施工 手持工具 你却停不了 刹车坏了 你很慌张 直到向前撞过去 五名工人保证通通会死 突然你注意到 前面轨道有个分叉 分叉的轨道也有人在施工 但只有一个人 你知道你可以把电车转向这一条支线 这样子会撞死一人 却会让五人活命 怎么办呢 多数人会说 当然要转 撞死一名无辜者是很悲哀没有错 但撞死五个更糟 同一则故事换个版本 这回你不是驾驶员 而是路人 站在轨道的天桥 这次轨道没有分叉 你在天桥上看到电车开过来 前方有五个人在施工 刹车又失灵 电车就要撞到无名工人了 你本来以为你无力扭转即将发生的悲剧 这时却注意到 身旁有一个大胖子 把胖子推下桥 让他掉到轨道上挡电车 胖子会死没有错 但无名工人都会活下来 把胖子推下去是正确的吗 多数人会说 当然不是 以上这个难题 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一本书 正义一场思辨之旅 里面最快智人口的道德题目 先不说这个题目 对于体重肥胖的人 有着严重的歧视 在思考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的价值观会稍受到严重的挑战 为什么电车转弯是对的 出手却是错的呢 这之间的道德奇异 其实一言难尽 我们寻求两者之间的差异 会感到压力 如果寻求不到 就必须考虑推翻之前的是非判断 不要以为道德思辨 只是为了说服他人 道德思辨 也可以让我们做自我整理 厘清自己到底有哪些信念 为什么会有这些信念 我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 说到了这本书 来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巧妙 那个时候 我刚刚拿完大学的哲学选修 进入到一种很自大的状态 认为自己很有想法 很能够理解这个世界 这本书 以及之后的一系列书籍 对我的思考方式 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也是为什么我激励推荐 这本书的原因 这本书的作者是 Professor Michael Sandel Michael Sandel在哈佛大学任教 33岁就获得哈佛大学教学卓越奖 2009年出版《正义的思辨》这本书时 华盛顿邮报说他可能是全美最知名的大学教授 哈佛课堂的影片也被完整地上传到YouTube 听众们只需要在YouTube下面搜寻 《正义》 《一场思辨之旅》 就可以看到中文版的精彩教学过程 如果你还没看过 我会强烈推荐你 先去看一看这一系列的课堂 收回这本书 这本书除了使用大量现代的故事和现象 作为哲学的题目来探讨 更用简单易懂的方式来一个一个 把著名哲学家的理论介绍给读者 让尖色的哲学理论读起来像是新闻的八卦版一样 引人入胜 其中引述的哲学家包括了从 英国哲学家边庆 瑞士哲学家卢梭 聊到俄罗斯的哲学家康德 其中的主题 从Michael Jordan该不该多缴税 到边境安全 再到同性婚姻 都是当代美国的热门话题 也不断地在每一个总统大选 被拿出来争取选票 如果要打个推荐分数 我会给予这本书十分的最高推荐 就算听众们对于哲学类的书籍没有兴趣 也一定要到YouTube上面观看 Professor Sandal的课程 这些都是免费的 今天在Podcast中提到的书和影片 我们会在明细当中浮上连结 提供各位听众作为参考 如果你看了这本书 或者Professor Sandal的课程 也欢迎你到我们的Facebook Instagram 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 也希望听众们 能在现在聆听Podcast的平台上 订阅我们的Podcast 也欢迎和亲朋好友分享节目的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